新聞繼續來看是將議員長王張良 他回到幕後議長國小來參加在創侯 一百公式中年的考慮 王張良回想去這個地方 是他已經先剛開始了 來鼓勵這些小孩要成為辛苦病的人數目 快快落落學習 當時在現場他也來辦中標榮 結次好友 他的國小創侯一日時期 是將議員教授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學校 吳張良是記者的農家主帝 昨天回到幕後跟小小的學地學位作為慶幸 並表現學友好友 他還希望他對以行政官和贏兵 也還希望萬一回到幕後 效衡一片的悲劇 一種高校今天一百公式會成立 我本身就是一種高校的鼓勵 所以整個董事包括成長 從這裡開始 非常的高興回到母校的一百零四歲的生日 看到很多小朋友 實際上就看到我們小時候一樣 包括這邊有很多的環境跟樹 大概我小時候也在這個地方看過 所以百年樹人一點都不講 我們希望一竹國小能夠繼續努力 保持我們一竹鄉跟一竹國小 有所謂的博士搖籃的 這樣的一個稱呼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 共同的學習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老師 都可以為這個學校來盡心盡力 希望小朋友也可以尊重我們的老師 讓我們的老師可以在這邊 這個很快樂的教學 所以我希望 這是一個大家 共同成長的地方 一竹國小 未來一定會更好 我想兩幾次 他在國小歷史有故 這裡是大家共同成長的地方 他約會的記憶很清楚 小時候 暫定有一個好友回到學校 來順風記憶當中的學習成果 他很開心可以回到母校 跟小朋友作為慶幸 看到這麼多小朋友在這裡學習 就好想像看到自己小時候 運動中旁邊的大場跟酒造的經常 都跟小時候的記憶一樣 把你修正特別感到清晰 二十四平均 吳正良過的小朋友認真學習 老師快樂告學 花用二十九修 迫屬優吶的美如 他相信只要大家精心精力 二十九修未來一定會更好 謝謝新聞 祝來信 二十三 彩虹報道